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半场的表现 巴拿马这边显然占据着主动权 多次的进攻给日本球门造成很大威胁 这让日本难以招下 而在日本今天的首发阵容中 几乎都是旅欧球员组成的 目前双方球队在比分上 日本0-0战平巴拿马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61分钟 南野拓实在禁区外围接应队友传球时 在禁区内被门将路易斯梅西亚放倒在地 裁判名少指向十二马 日本获得了点球的机会 南野拓实来掏刀主罚这球 助跑一脚射门 直接破门得分 日本1-0打破场上的僵局 第77分钟 连田大地得球之后 形成一次单刀球 快速带球向前推进 巴拿马门将梅西亚 及时上前出击封堵 不慎将连田大地放倒在地 裁判直接向梅西亚 出示红牌罚下场外 巴拿马只能使人来应战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日本1-0击败了巴拿马 在国际友谊赛中 日本取得了胜利 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友谊赛 与墨西哥展开较量 而未能取胜的巴拿马 球队在接下来的友谊赛中 与美国展开较量 更多及时足球资讯 欢迎关注头条号球丁足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